环保局一大早出动人车 到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外进行销毒作业 新光三越中港店传出一位精品专柜人员确诊 白货公司10号晚间闭店进行环境清销 11号更直接停业一天 6点多7点之后就陆续就好像就在送客 然后听说好像要提早打凉的样子 台中市政府表示10号晚间获报后 立即进行疫调及相关处置 确诊者为29岁女性 跟彰化线的确诊亲人有接触史 目前初步我们匡列的接触者一共有5人 PCR的检验结果都尚待出炉 匡列的5人当中包括了同住1人 职场4人 市府要求百货业者必须全面清销后才能复业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道